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约有二十里先辞了国王 众人又送二十里辞回 扶龙寺僧人送有五六十里不回 有的要同上西天 有的要修行服事 行者见都不肯回去 所以弄个手段 把毫毛拔了三四十根 吹口仙气叫 变 都变作斑斓猛虎 拦住前路 笑吼咏跃 众僧方句不敢前进 大圣才引师父策马而去 少时间去得远了 众僧人放声大哭 都喊 有文有语的老爷 我的无缘 不肯渡我们呀 且不说众僧啼哭 却说师徒四众 走上大路 却才收回毫毛 一直西去 正是时序一迁 又早冬参春日 不暖不寒 正好逍遥行路 忽见一条长岭 岭顶上是路 三藏勒马观看 那岭上荆棘压叉 壁锣千绕 虽是有道路的痕迹 左右却都是荆刺极针 唐僧叫 徒弟 这路怎生走的 嗯 怎么走不得 徒弟呀 路痕在下 荆棘在上 只除是蛇虫 伏地而游方可去了 若你们走 妖眼难伸 叫我如何乘马 不打紧 等我使出 爬柴手来 把丁爬分开荆棘 莫刷乘马 就抬轿地帮你过去 你虽有力 长远难熬 却不知 有多少远近 怎生费得这许多精神 不许商量 等我去看看 江山一纵 跳得半空看 一望无际 真个是 扎地远天 凝烟带雨 家道柔阴乱 漫山脆盖章 秘密戳戳 出发夜 攀攀扯扯 正分方 遥望不知 何所尽 近观一寺 绿云芒 蒙蒙荣荣 郁郁苍苍 风声飘索索 日影硬黄黄 那中间有松有柏 还有竹 多梅多柳 更多丧 碧螺产古树 藤葛绕垂扬 盘团四驾 连落如床 有处花开 真不紧 无端会发 远生香 为人谁不遭荆棘 哪见西方荆棘长 行者看罢多时 将云头按下道 师父 这去处远呢 有多少远 一望无际 似有千里之遥 三藏大惊道 怎生事好 师父莫愁 我们也学烧荒的 放成一把火 烧绝了荆棘过去 别 别别别 别别 莫乱谈 烧荒的 须在十来远 草衰木孤 放好一火 如今正是藩圣之事 怎么烧的 就是烧的 也怕人子 这般怎生得度 药得度 还依我 好呆子 念个诀 念个咒语 把药弓一弓 叫 长 就长了有二十丈高下的身躯 把钉爬 晃一晃叫 变 就变了有三十丈长短的爬柄 拽开步 双手使爬 将荆棘左右搂开 请师父跟我来 三藏见了甚喜 积策马紧随 后面沙僧挑着行李 行者也使铁棒拨开 这一日未曾助手 行游百十里 江刺天丸 建有一块空阔之处 当路上有一通十节 上有三个大字 乃荆棘岭 下有两行十四个小字 乃荆棘彭攀八百里 古来有路少人行 八戒见了笑道 等我老猪与他添上两句 自今八戒能开破 直透西方路进平 三藏新人下马道 徒弟啊 累了你也 哦 我们就在此住过了今宵 待明日天光再走 师父摸住 趁此天色清明 我等有幸连夜搂开路 走他娘 那长老只得相从 八戒上前努力 师徒们忍不住手 马不停蹄 又行了一日一夜 却又天色玩意 那前面蓬蓬节节 又闻得风敲竹韵 洒洒松声 却好又有一段空地 中间乃是一座古庙 庙门之外有松柏宁青 桃梅斗立 三藏下马 与三个徒弟同看 直见 颜前古庙 真寒流 落日荒烟 所废秋 白鹤丛中 深岁月 绿无台下 自春秋 竹窑青佩 宜文语 鸟弄鱼音 四肃愁 鸡犬不通 人计少 鲜花也慢 绕墙头 行者看了道 嗯 此地少极多凶 不宜久坐 师兄差疑了 死者 要无人烟之处 又无个怪兽邀请 怕他怎的 说不了 忽见一阵阴风 庙门后 转出一个老者 头戴脚巾 身穿弹服 手持拐杖 足踏盲鞋 后跟着一个青脸獠牙 红须赤身鬼使 头顶着一盘面饼 跪下道 大圣 小圣 乃荆棘里土地 只大圣到此 无以接待 特备 蒸饼一盘 奉上老师傅 各请一餐 此地八百里 更无人家 聊吃下冲鸡 八戒欢喜 上前输手 就欲取饼 不知行者 端香一酒 喝一声 且住 这死不是好人 叮 修的屋里 你是什么徒弟 来狂老孙 看棍 那老者见他打来 江山一转 化作一阵阴风 呼的一声 把个长老射将齐去 飘飘荡荡 不知社区何所 荒荡的大圣 没根寻触 八戒沙僧 居相顾失色 白马一指字经银 三兄弟连马四口 恍恍惚惚 远望高张 并无一毫下落 前后找寻 不提 却说的老者同归时 把长老抬到一座 阴霞石屋之前 轻轻放下 与他携手相颤道 圣僧羞怕 我等不是歹人 乃荆棘领 十八宫事也 因风轻月计之消 特请你来会友谈诗 消遣情怀果 那长老却才定性 睁眼仔细观看 真个是 默默烟云去所 轻轻仙境人家 正好洁身修炼 堪移种竹栽花 每见翠颜来贺 时闻青爪名蛙 更塞天台丹造 仍漆华月名霞 说甚耕云吊月 此间隐意堪夸 坐酒幽怀如海 朦胧月上窗沙 三藏正字点看 简觉月明星朗 只听得人语相谈 都道 十八宫请得圣僧来也 长老抬头光看 乃是三个老者 前一个双姿风采 第二个绿病婆娑 第三个虚心怠色 各个面貌 衣服 据不相通 都来与三藏作礼 长老还了礼 道 弟子有何德行 敢劳列位先翁下爱 十八宫笑道 一向闻之圣僧有道 等待多时 惊性一遇 如果不令诸欲 宽作续怀 足见 禅机 真派 三藏功身道 敢问先翁 尊号 双姿资者 好孤之公 吕病者 好凌空子 虚心者 好拂云搜 老桌 好曰 尽节 四翁 遵受几何 孤之公道 我岁金睛 千岁骨 成天夜暴 似时春 香之郁郁 龙蛇壮 岁影重重 霜雪深 自幼尖刚 能耐老 从今正直 喜修真 无期奉夙 非凡辈 落落森森 远俗尘 林公子笑道 五年千载 傲风霜 高干灵之 栗子刚 夜竟有声 如雨滴 秋情印影 似云张 旁根已得 长生绝 寿命由一 不老方 刘鹤化龙 非俗辈 苍苍爽爽 尽鲜香 浮云走 孝道 遂寒虚度 又千秋 老景 萧然 清更幽 不砸 萧尘 中冷淡 暴净 霜雪 自风流 七千座旅 同坎道 六亿围棚 共唱仇 甲鱼敲筋 非锁锁 天然情性 与鲜游 禁杰十八宫笑道 我一千年约有余 苍然真秀 自如如 堪连宫 堪连羽露生成力 借得乾坤造化机 万鹤封烟 唯我胜 四十洒落 让无书 盖章 翠隐 留仙客 博异 调情 讲 道 书 三藏 承邪道 四位仙翁 巨想高寿 但禁杰翁又千岁于矣 高年得道 风采清奇 得非汉时之四号乎 成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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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等非四号 乃深山之四草也 敢问圣僧 妙龄几何呀 三藏和长 功身答曰 四十年前出母胎 未产之时命已栽 逃生落水随波滚 幸遇金山 托本海 养幸看经无懈怠 诚心拜佛 敢额挨 亲蒙皇上拆袭去 陆遇先翁 下爱来 四老贤称道 圣僧自出娘胎 既从佛教 果然是从小修行 真忠正有道之上僧也 我等性皆抬颜 敢求大教 妄以禅法 指教一二 足未升平 长老闻言 凯然不惧 凯然不惧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谈记之物本也 浮云搜道 嗯 禅虽敬 法虽度 需要信定心成 纵为大绝真仙 终作无生之道 我等之选 有大不同也 道乃非常 体用合一 如何不同 我等生来兼时 体用比尔不同 敢天地以生身 蒙雨露而姿色 笑傲风霜 消磨日月 一夜不雕 千知节操 似这话 不口充须 你直吃范雨 道义者 本安中国 反来求证西方 空废了草邪 不知寻个什么 石狮子弯了心肝 也胡贤贯彻骨髓 望本参禅 望求佛果 都似我荆棘岭 葛藤谜语 罗罗浑炎 此班君子 怎生皆隐 这等规模 如何印寿 必须要剪点 剪前面目 尽忠自有生涯 没底竹篮及水 无根铁树生花 灵宝风头 老着脚 归来雅会 上龙华 三藏文言 叩头败谢 十八公 用手搀扶 孤之公 将身扯起 灵公子 打个哈哈道 浮云之言 分明露泻 哎呀 圣僧情起 不可尽信 我等趁此月明 原不畏 讲论羞耻 且自银额逍遥 放荡金怀也 拂云搜 笑止石屋道 若要银额 且入小庵一查 何如 长老睁个欠身 向石屋前观看 门上有三个大字 乃穆仙安 遂此同入 又续了作词 忽见的赤身鬼使 捧一盘茯苓高 将五盏香汤奉上 四老请唐僧先吃 三藏经仪 不敢便吃 那四老一起享用 三藏却才吃了两块 各饮香汤收去 三藏流出 金龙光彩 如月下一般 水自石边流出 香从花里飘来 满座清虚雅致 全无半点尘埃 那长老见此仙境 以为得意 情乐怀开 十分欢喜 忍不住念了一句道 禅心四月 窘无尘 晋节老笑耳即连道 诗性如天 清更心 好聚慢财团景秀 家闻不点 唾其真 六朝一喜 繁华尽 四始重山 雅宋分 弟子一时失口 胡谈几字 称所谓 班门弄斧 是闻烈仙之言 清心飘逸 真师翁也 圣僧不必贤叙 出家人 全室全忠 既有起聚 何无拮据 望主 承知 弟子不能 凡十八宫 节而成偏 唯妙 你好心肠 你起得去 如何不肯结果 千令诛鸡 非道理也 三藏指得 叙厚二句云 半枕松风 茶未熟 银怀潇洒 满腔春 好个 银怀潇洒 满腔春 金姐 你深知诗位 所以只管拒绝 何不再起一篇 十八宫 一凯然不辞道 我却是顶针自起 春不荣华 冬不枯 云来雾往 只如无 我亦提前顶针耳聚 乌风 遥拽 婆娑影 有刻心莲 浮寿徒 浮云搜 一顶真道 徒似西山 兼捷老 轻入南国 没心肤 孤之宫 一顶真道 浮云侧夜 撑凉洞 台为横刻 坐县屋 长老听了 赞叹不已道 真是阳春白雪 好气冲销 弟子不才 敢再起两句 圣僧乃有道之事 大养之人也 不必再相连聚 请赐教全篇 恕我等 一号勉强而合 三藏无疑 只得笑吟一律约 张熙熙来拜法王 愿求庙点 愿传阳 金之三秀 诗谈锐 宝树千花 莲蕊香 白纸干头 须进步 十方世界 力行藏 修成玉象 装掩体 极乐门前 是道场 四老听闭 聚集赞扬 十八公道 老捉无能 大胆掺月 也免贺一首 尽节孤高 孝目王 凌春不似 我名阳 山空百丈 龙蛇影 全弊千年 湖泽 湖泽香 泽于乾坤 生气盖 喜应风雨 化行藏 摔残 自愧 无仙谷 唯有 灵高 截 结 受场 此时 起聚豪雄 连聚有力 但 截聚 此前 太过矣 看线 看线 老桌 也贺一首 双资 双资长喜 肃秦王 四绝堂前 大气扬 鹿虫猪鹰 蒙翠盖 风轻石齿 碎寒香 长郎夜镜 银声细 古殿 秋鹰 淡隐藏 元日迎春 藏献兽 老来 季傲 在 山长 哎呀 好诗 好诗 整个世 月邪天心 老卓 何能为何呀 但 不可空过 也需扯谈几句 栋梁之才 尽 帝王 太清宫外 有声扬 情宣恍若 来清气 暗闭寻常 杜翠香 壮杰凛然 千古秀 身根结衣 酒全藏 凌云是盖 婆娑影 不在群方 眼力尝 三宫之时 高雅清淡 正是 放开锦绣之囊也 我身无力 我父无才 得三宫之轿 毛色顿开 无疑也 也打游几句 信物 沈宴 其澳园中 乐圣王 被穿千亩 任分阳 摧云不染 香额泪 搬拓 勘船 汉矢香 双叶子来 言不改 烟烧从此 色何藏 自由去世 知音少 亘古流明 汗莫长 众先老之师 真个是土缝喷珠 游夏莫赞 厚爱高晴 感知极已 但夜已深沉 三个小徒 不知在何处等我 亦着弟子 不能久留 赶此告回寻访 由无穷知智爱也 望老仙 知事归路 圣僧无虑 我等也是 千载其逢 况天光晴爽 虽夜深 却月明如昭 再款作作 待天晓 自当远送过岭 高徒 一定可相会也 正话间 只见十屋之外 有两个青衣女童 挑一对降纱灯笼 后掩着一个仙女 那仙女 黏着一只杏花 笑颜颜 进门相见 那仙女 怎生模样 她生的 青姿装翡翠 单脸晒腌着 兴眼光环彩 峨眉秀又齐 下衬一条五色眉 浅红裙子 上穿一件 烟力火笔甲轻衣 弓鞋 弯缝嘴 灵袜锦绣泥 妖娆娇似天台女 不亚当年翘打几 四老欠身问道 幸先何来 那女子对众到了万福道 只有家客在此更愁 特来相访 敢求一剑 十八宫指着唐僧道 家客在此 何老求见 三藏躬身 不敢言语 那女子叫 快先茶嘞 又有两个黄衣女童 捧一个红漆丹盘 盘内有六个细瓷茶鱼 鱼内涉及品异果 横担着尘 提拔白铁欠黄铜的茶壶 壶内香茶喷笔 珍了茶 那女子微露春葱 捧瓷鱼先奉三藏 赐奉四老 然后一盏自取而赔 林公子道 杏仙为何不做 那女子方才去做 茶壁欠身问道 仙翁今宵圣月 家具请教一二如何 拂云走道 我等借笔礼之言 为圣僧真圣堂之作 甚可加些 如不令教 起赐一关 四老即长老 前师后师 并缠法论 宣了一遍 那女子满面春风 怼中道 妾身不才 不当献丑 但临此家具 似不可虚也 勉强将后师 奉何一律如何 上盖流明 汉武王 周时孔子 力坛场 董仙爱我 成林姬 孙楚曾连 寒石香 雨润红姿 娇且嫩 烟蒸脆色 显环藏 自知过熟 微酸意 落畜年年 伴卖场 四老闻师 仁仁成贺 都到 清雅脱尘 举内包含春意 好个 鱼润红姿 娇且嫩 那女子 笑耳敲答道 惶恐 惶恐 试闻圣僧之章 诚然谨心秀口 殊不令诸欲 赐教义却如何 唐僧不敢答应 那女子 竟有 渐爱之情 哀哀呀呀 渐进坐边 低声 敲语呼道 家客莫者 趁此凉宵 不耍子 但要怎的 人生光景 能有几何 新鲜 竟有 养高之情 圣僧 岂可无 辅救之意 如不见连 是不知 去了也 圣僧 乃有道 有名之事 绝不苟且行事 如此样举措 是我等 取罪过了 无人名 坏人德 非远达也 国师 姓先有意 可叫拂云守 与十八宫作美 我与林空子宝卿 成此应倦 何不美哉 三藏听言 碎变了颜色 跳起来高叫道 如等皆是一类邪物 这般诱我 当时只以底力之言 谈玄谈道可也 如今怎么以美人局 来骗害贫僧 这是何道理 四老见三藏发怒 一个个摇指担惊 再不复言 那赤身鬼使 暴躁如雷道 这和尚好不识抬举 我这姐姐 哪些不好 她人才俊雅 欲智交资 不必说那女工真指 只这一段诗才 也配得过你 你怎么这等推辞 修错过了 孤之公之言甚当 如果不可苟合 待我再与你主婚 三藏大惊失色 凭他们怎么胡谈乱讲 只是不从 鬼使又道 你这和尚 我们好言好语 你不听从 若是我们发起村野之信 还把你射了去 叫你和尚不得做 老婆不得娶 却不枉为人一世也 那长老心如金石 兼职不从 安详道 我徒弟们不知在哪里寻我了 说一声 止不住 眼中堕泪 那女子陪着笑 挨至身边 脆袖中 取出一个 密合灵汗筋 与她开泪 道 家客 恶得烦恼 我与你以欲微香 傻子去来 长老多得一声吆喝 跳起身来就走 被那些人 扯扯拽拽 嚷到天明 呼听的那里叫声 师父 师父 你在哪方言语 原来的孙大圣 与八戒沙僧 牵着马挑着担 一夜不曾住脚 穿京肚脊 东寻西着 却好半云半雾的 过了八百里荆棘岭西下 听得唐僧吆喝 却就喊了一声 那长老正出门来 叫声 悟空 我在这里来 快来救我 快来救我 那四老与鬼使 那女子与女童 晃一晃 都不见了 须与间 八戒沙僧 举到边前道 师父 你怎么得到此言 三藏扯住行者道 徒弟啊 多累了你们了 昨日晚间 见的那个老者 言说土地送斋一事 是你贺声要打 他就把我抬到此方 他与我携手相掺 走入门又见三个老者 拒到我做 圣僧 一个个言谈清雅 极善吟师 我与他耕吓相攀 绝有夜半时候 又见一个美貌女子 直灯火 也来这里会我 吟了一首诗 称我做家客 因见我相貌 欲求配偶 我方醒悟 正不从时 又被他要做媒的做媒 保金的保金 逐婚的逐婚 我立誓不肯 正欲争着要走 与他嚷闹 不欺你们道了 一则天明 二来 还是怕你 智才还扯扯拽拽 忽然就不见了 你与他叙话谈诗 就不曾问他个名字 我曾问他之号 那老者 换作十八宫 号晋节 第二个号孤直宫 第三个号林空子 第四个号浮云首 那女子 人称他做姓仙 此物在于何处 才往哪方去了 去向之方 不知何所 但只谈诗之处 去此不远 他三人同师傅看处 只见一座石崖 崖上有 沐仙安三字 三葬道 此间正是 行者仔细观之 却原来是一只大桂树 一株老百 一株老松 一株老竹 竹后有一株丹丰 再看崖那边 还有一株老杏 二株辣梅 二株丹桂 行者笑道 你可曾看见妖怪 不曾 你不知 就是这几株树木 再次成经一眼 哥哥怎得知 成经者是树 十八公乃松树 古之公乃百树 林公子乃桂树 福音嫂乃竹竿 赤身鬼乃风树 杏仙及杏树 女童及丹桂 及辣梅也 八戒文言 不论好歹 一顿钉耙 三五长嘴 连拱带住 把两颗辣梅 丹桂 老杏 枫羊 距挥倒在地 果然那根下 距鲜血淋漓 三藏进前扯住道 无能 不可伤他 他虽成了气以后 却不曾伤我 我等找路去吧 师父不可惜他 恐日后成了大怪 害人不前夜 那呆子索性一顿爬 将松百惠竹 一起接住道 却才请师父上马 顺大路 一起西行 不怪里也有文艺青年 喜马拉雅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王刚 很高兴和你一起读西游记 在第六十四回 荆棘岭 勿能努力 穆仙安 三藏 谈尸 这一回中 师徒四人 途经荆棘岭 被荆棘挡住去路 后八戒 施展本领 他们才得以过去 四人准备修整一晚 再上路 没料想 唐僧又被妖怪掳去了 但是这次妖怪把他掳去 竟然是想和他谈诗 后面又来了一个女妖怪 想和唐僧成亲 唐僧不从 最后 这些妖怪被赶来的 悟空八戒 一并产出 说起来啊 穆仙安的几颗树精 真是无辜啊 他们怎么看 怎么不像妖怪 大像是隐士 虽然松树精和风树精 一起把唐僧卤来 或者说是请来 更准确些 但是啊 他们的目的 并不是要吃唐僧肉 而是想邀请他来做嘉宾 开一个民间版的 中国诗词大会 本来啊 他们的诗词大会啊 也是办得热热闹闹的 唐僧问这几个树精 遵受几何 这几个树精呢 并不直接回答 而全都是以诗回应 还借诗歌 抒发自己的理想 七一节 哎呦 这几个树精 竟然如此才华横溢 风流儒雅 让唐僧也佩服不已 而后面来的 杏树精啊 那更是财貌双全啊 银的一首诗 连用了四个 与杏花相关的典故 但是 他们的结局 却很悲惨 被猪八戒的丁耙 给铲除了 树根下鲜血淋漓 各个死于非命 说起来 他们本身 并没犯什么大错呀 最后 命丧黄泉 那这是为什么 可能 只是因为 他们的 妖的身份罢了 这样看来 西游记中 也不免有一些 残忍血腥的 场面描写 而妖怪 并未作恶 却被如此残忍的铲除 不免让人 于心不忍 值得一提的是 八六版电视剧 西游记 改变了树金们的结局 只让孙悟空 教训了他们几句 就作罢 并未伤害 他们的性命 那么 唐僧遇到树金的地点 是荆棘岭 为什么会有这些妖呢 我们常用的 一句成语叫什么来的 披荆斩棘 这句成语说对了 这荆和棘 它是两种植物 荆棘呢 就是这两种植物的组成了 荆是荆条 没有刺 棘呢 是酸枣 有刺 两者在野外 常混生 因此呢 就产生 荆棘一词 荆棘丛生啊 很容易阻塞道路 书中描述 荆棘岭最后两句是 为人谁不遭荆棘 哪见西方荆棘掌 不过 唐僧在荆棘 遇到的妖怪 却是松树 百树 风树 杏树等 由于气候原因 这些树在西行路上 其实是不存在的 那为什么会有这些树妖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 这几个树精啊 更多的是吴承恩家乡常见的树种 显然 荆棘岭也好 穆仙安的树精也罢 只是苏北一带自然景观的写照 如果吴承恩知道西行路上的真实自然景观 没准会设想成为胡杨啊 红柳啊 嗦嗦呀 让他们成精 说到底啊 妖怪是人想象的产物 都是以人为原型塑造 人性本来就是很复杂的 要是都千贫一律的善恶分明 那就没什么意思了 所以妖怪自然也有好有坏 并不都是反派角色 好了 我是和你一起读西游记的文刚 咱们下回再见 唐僧路过荆棘岭时 正是春天 春天是一个特别让人想聊天 和抒情的季节 空气里有一股令人蠢蠢欲动的味道 在这样的时节 因为内心激情骨障 所以会特别想和人说话 特别想做一件可以抒发情怀的事 何况春天的荆棘岭 何况春天的荆棘岭又格外生命薄发 杂地远天 凝烟带雨 家道柔阴乱 漫山翠盖章 秘密搓搓出发叶 攀盘扯扯 正芬芳 大自然的每个物事都在抒情 十八宫他们想找人来谈诗说禅 实在是太好理解不过了 正想找人吟诗作对的十八宫 便化作一阵阴风 呼的一声将长老舍将起去 他这行为有点突兀 其实十八宫本人是个绅士 没必要搞得像抢人质似的 但唐僧那三个徒弟 长得呢 鬼附神功 言谈呢 粗鲁火爆 下重不可语兵 十八宫实在不想惹他们 将唐僧射到一座烟霞食屋后 十八宫尽显绅士本性 携手相掺 告明来由 圣僧莫怕 我等不是歹人 特请你来会友谈诗 消遣情怀故耳 一向闻知圣僧有道 等待多时 金性一欲 如果不吝诸欲 宽作续怀 足见禅机真派 唐僧定下神来 平静后 看一看四周 只觉月明星朗 果然是个谈禅论道的好地方 显然这是一场清谈聚会 与会的还有另外几位 一个双资风采 号孤职宫 一个绿宾婆娑 称林空子 一个虚心怠色 叫浮云搜 于是他们谈禅说道 然后又开始吟诗 唐僧的起句相当不错 这个晚上的唐僧 表现是相当良好的 谈禅说法 凯然不惧 连诗起句 情趣盎然 从容对答 口徒紧拒 难怪姓仙姑娘 渐有渐爱之心 姓仙姑娘 也许是在门外 悄悄听了很久了 看到唐僧长得好 还谨心秀口 所以 这春风沉醉的晚上 四老抒情 姓仙发情 在所难免 说起来 抒情和发情 本就是两种很相近的事物 如此氛围 倒与醉酒有点相似 姓仙在酒精作用下 大胆表白 夹课 莫者趁此凉消 不耍子带药怎的 人生光景 能有几何 据说杏术 是醉银之植物 不管怎么说 以你春夜 及时省乐之心 岂不正是情调之一种 从杏仙的表现看来 笔之蝎子经 兔子经 白鼠经 都算得上纯情 就算笔之人类 如女儿国国王 也算不得有多银 然后十八宫等四人 则在酒精的作用下 也开始哄哄台台 说姓仙有养高之情 圣僧不妨 就来个辅救之意 这本是一场 心无诚服的诗会 一场应景而生的游戏 想想那些聊天盛会 文人雅集 哪个不是到了后面 总要催生一点 不相干的花边 或者乐子来呢 尤其是 又是诗歌 又是酒精 又是春夜 都是一些 让人兴奋难迟的美呀 说起来 荆棘岭上这几位雅士 算是西游记里 最斯文的妖精 他们做了什么呢 也就是把唐僧节来 坐而论道 说产隐诗而已 即使看到姓仙对唐僧 产生了敬爱之情 他们也并不像蝎子经 或者白鼠经那样用强 而是非常绅士的表态 会用明媒正取的方法 谁谁做媒 谁谁宝亲 都安排好了 圣僧乃有道有名之事 果是幸先有益 可叫扶云所与十八宫做媒 我与凌空子宝亲 成此因卷 何不美哉 但唐僧呢 事才还颇有九风之计 千杯少的意思 现在一旦被姓仙表白 他就完全翻脸了 高叫道 如等皆是一类邪物 这般诱我 当时执以底力之言 谈玄谈道可也 如今咱们一美人局 来骗害贫僧 适何道理 看到唐僧这样反应过度 如果从原文的细节看 对十八宫级人 会产生几分同情 为何呢 且看这样的细节 他们见三藏发怒 一个个摇指单惊 再不复言 摇指单惊这四字 真是有点太猛了 四位神仙可怜又可笑的样子 就在眼前 而这几位全城也只是聊天吟师 充当月老 看来是随性而起的事 其实不算美人局 假如就算是美人局 全城看来倒也风雅 唐僧在别的场合遇到妖怪 每每都是战战兢兢 口不能言 坠下泪来 这一次见到十八宫姓仙 这几个妖邪 他唐和尚 却竟是十分伶牙利齿 咄咄逼人 原因也许是 刚才那一桶银风弄月 锻炼了口舌 大脑还保持着很兴奋 很放松的状态 另外 人性是欺弱怕强的 唐僧也看得出来 十八宫这几位 文弱风雅 其实是没有杀伤力的 倒是那个赤身鬼使直率 那赤身鬼使暴跳如雷道 这和尚好不识抬举 我这姐姐哪儿不好 她人才俊雅 玉智交思 不必说那女工真旨 指着一段诗才 也配得上你 到了这时 这几位封雅的妖精 就迎来他们的悲剧了 孙悟空几人喊一声 师父 那诸公与鬼使 女子和女童 消失了个干干净净 顶经一看 原地只留下松树百树 桂树老竹担风等等 猪八戒过来 追加了一顿钉耙 连拱带除 将他们全连根挥倒在地 果然根下 举鲜血淋漓 看到这里 想到刚才笑语振振 只觉十分残忍 当然 故事中人 自然不觉遗憾 还要继续西行 好 感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回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